听说现在有钱人都用这个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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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块过完 转眼又要到元旦 回头想想这一年 究竟赚了多少钱 把这碗面做垃圾分内 这没有难度啊 干花椒湿垃圾 塑料袋可回收垃圾 湿纸巾干垃圾 咦没电了 电池有害垃圾 一次性筷子 干垃圾 一次性餐盒 干垃圾 这是我的啦 走了 小米的这个可以自己套袋 打包封口的破流智能垃圾桶 真的有那么好吗 我买回来试用了 我试了我最不愿意收拾的 卫生间垃圾 它真的是可以自己帮我完成 垃圾的打包封口 然后再套上新的垃圾袋 我的手完全不用触控的垃圾 很适合像我这种有洁癖的人 我也试了 就算垃圾很满的情况 它也可以完成打包 如果你用了小米的这个智能垃圾桶 你会觉得其他的智能垃圾桶 只配叫做半自动垃圾桶 有车的小伙伴车里 一定要放一个折叠垃圾桶 无论是有人运车响吐 还是堵车要急 他都能派上用场 雨天下雨 可以用来放雨伞 户外运动 还可以用它来装水 折叠起 很嫌弃卫生间的垃圾桶 每次拍视频 其实都会拿掉它 所以我决定要把它换掉了 就是这个啦 一键开关盖 锁住臭味 盖住尴尬 它能拆成三个部分 方便清洁 还带有垃圾袋存储空间 非常棒的设计 如果卫生间空间很小 放它就对了 这么一个垃圾桶 它不一样的地方是 可以挂在柜门上的 而且可以折叠起来 就为空间 使用的时候打开就可以了 再也不用担心 走近会撞到腿了 3 2 1 go 草原最美的花 火红的萨尔朗 一梦到天涯遍地水花香 流浪的人儿啊 星星 却认过眼神 你是我想聊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神 今天这么认真 我相信 那游笑 我赢分放 是谁家的姑娘 我走在了那座小桥梢 你父亲走有伤 就是它 智能感应垃圾桶 在店里要卖300多 我在拼多多 9块9就买到了 感应速度非常快 空间容量超级大 主要是一键打包功能 非常方便 还能自动更坏垃圾袋 完全不会脏手 充一次电 就能用一个多月 简直是科技改变生活 拼多多9块9专场 智能感应垃圾桶 只需要9块9 赶快点击下方链接 抢扣吧